向萨切尔夫人星期一因中风去世 享年87岁 萨切尔夫人1979年至1990年期间 曾经担任英国首相 是英国现在世上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 她执政期间正值冷战高潮 因其强硬的反共立场 萨切尔夫人被前苏联媒体戏称为铁娘子 此外 在其任内 香港还完成了对中国的主权移交 这被认为是其政治生涯当中 最棘手的外交难题之一 萨切尔夫人跟当时的中国领导人 邓小平曾经有过一场艰难的谈判